最後跟何委員喊話想要放下了 就是大家團結 還都是兄弟 我是希望能夠對何委員說幾句話 當時我就說 我輸 我退 誰輸 誰退 輸了 退 還有幫贏的人來服選 所以相對的 我也是這樣子誠懇的希望何委員做到這一點 可是我又想起來說 其實人生在世 就是自己心裡覺得想做什麼那就做吧 如果說認為告王世堅才是對 那就告吧 只是我希望說無辜的人不要被捲入 所以我希望說那就針對王世堅來告 初選的對象是王世堅 不是莊瑞雄 莊瑞雄委員在這個整個風暴裡面 他是無辜的 他完全是受到 食魚之殃 無望之災 而且莊瑞雄委員 南部他的故鄉選區他本身就要很忙碌 所以我希望是不是對莊瑞雄委員應該到此為止 那就針對王世堅吧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大家過去對民進黨的印象都是就算初選再激烈 但結束之後還是會團結 那何委員這樣的做法 確實也很少聽到黨內的有用心送手段來對自己人 那你自己怎麼看 會覺得他這樣子有點不太像民間洋人嗎 對 我不敢這麼說 我只能說我很訝異 那但是我必須勇敢面對 而且我也必須全盤接受 因為這是當時我參與初選 我做的選擇嘛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何志偉跟我 那麼彼此也都有受到一些傷害 那我們台灣話有一句話很有道理啦 就是活假不倫理啦 就是大家既然要這個和解和平相處 那就不再談論過去 那麼是怎麼樣引起這些爭執的 所以我也都不敢去對外做說明 那我只是我必須再次強調 我對莊瑞雄委員感到很抱歉 他自己要那麼忙碌 結果當時我對他的就是說 推舉我應該更強一點才對 那結果他要來幫我 我就半推半就的我就接受了 那他去捲入這一場 真的是很無端的大風暴 所以我是很難過 那你知道自己今天被合作的告知卷嗎 我只看到傳票上面 想像是寫選霸法吧 選霸法 詳細內容我不清楚 他是選對選舉霸免法 對選舉霸免法 沒有寫內容被告 那所以 好謝謝 你訝異的點是以為他會撤告嗎 在初選結束沒想到沒撤告嗎 我訝異的第一點是說他提告 那第二點在我們 我們黨內都漸漸 消息擴散 那黨中央知道之後 那麼他們沒有動作也沒有去撤告 所以這點我是很訝異 這點我是很訝異 所以黨中央有出手要協調這件事情過嗎 我不清楚似乎是沒有啦 他黨中央可能就是尊重每一位提告人的權利嘛 那所以我也是尊重提告人他的權利 所以我今天來勇敢面對啦 你今天來開庭的心意是怎麼樣 其實我蠻難過的 我是為張瑞雄委員不捨啦 我跟張瑞雄委員有二十幾年的老交情 我們是二十幾年的老戰友了嘛 那他這一次為了我拔刀相助 他幫我站台掃街 所以才會捲入這個無望之災 池魚之殃 所以我是很難過啦 我就說因為在莊瑞雄委員這次幫我 之前我就他一次跟我表達他要來幫我 我就一直跟莊委員說 我非常感謝 我們是那麼久的朋友嘛 我說選舉四年 朋友一輩子 不要為了這樣一個初選 我去害到你 結果 果不其然我異語成稱 因為張瑞雄委員他 太熱切的幫我了 所以就無端的被捲入這一場風暴之中 那因為張瑞雄委員 他在他的南部故鄉選區 有那麼多的地方事務 還有服務案件要處理 所以他被我這個無端的牽扯到 我真的是很難過 我還去 這一兩天我一直去想到 那一天他要幫我 少接錢 我一直跟他講的 我本來一直拒絕他 我就說 這個選舉四年了 朋友一輩子 我怕說會去害到他 果不其然 所以我很難過 我是希望我待會會 一一詳實的 跟檢察官說明 然後我也是希望說 冤有頭載有主 那就針對我就好 其實張瑞雄委員 他們是完全無辜的 他來幫朋友嘛 幫我這個老戰友 所以他是無辜的 所以委員還沒有接到 你們的店舖 就還沒有接 都沒有接 不管是LINE或是 他都沒有接 但是我應該要繼續努力 我應該繼續 那沒有接之後 因為再來我就收到這個傳票 所以我也不敢 我說再去聯絡 所以這張傳票 這個官司確實會影響很多 但是所有的影響 我都應該接受 因為畢竟 我是要面對大選 那麼一切選舉的後果 應該我自負 因為今天剛好賴夫來了嘛 兩個人又剛好同台又見面 你有沒有想要希望賴夫當個何世老 或者想要什麼話想要跟委員說嗎 沒有 我跟何志偉委員 我們彼此之間應該聯繫溝通的是 這個不勞賴夫總統 因為賴夫總統總是應該要以國事為重 他要處理的是我們整個黨 還有我們全國各選區的事務 所以我在想 我不應該用這種小事去煩惱他 那你想要今天遇到他跟何委員講什麼 沒有 我不曉得何委員待會會不會來 來我們就是打招呼 就是打招呼 因為聯繫不上嘛 不想要趁機講一下 一馬歸一馬嘛 今天我們是陪賴夫總統來進香 那聯繫是改天的事情 謝謝 謝謝 謝謝